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之前小编就介绍过一批微波鲜火的小说改编甜宠剧,现在不少的热门剧都是从小说改编来的,而甜宠类,爱情类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剧型,出现过不少的爆款,像是微微一笑很清晨啊,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啊,2020一有不少还没有播就受到很大关注的小说改编甜剧,以下推荐清单,人家伦,白鹿,成衣,张雨戏都是让人期待的CP。 一,人家伦,白鹿,一生一世,一生一世改编自于莫宝非宝的小说一生一世美人骨,它就是亲爱的热爱的何以生肖默等热门剧的编剧,原著小说非常热门,找来人家伦和白鹿两位人气演员主演,这部剧是2021年度关注的非常大的一部剧,小说一生一世美人骨是个穿越古今的故事,讲述的是顶尖配音演员石仪与化学教授周深成,两人羁绊前世今生的爱情故事,故事中以现代为主持, 穿插全世的纠葛,女主时宜带有前世的记忆,而她一直都在寻找前世的爱人周深成,两个人第二世圆满的修成的正果,而小说一生一世美人骨将被拆成两部电视剧,现代片的一生一世和古代片长安如故,皆由人家伦和白鹿主演,古装片长安如故,讲的就是两个人前世的虐恋,是个大悲剧,两部小编都超级期待的,二,成衣,张雨昕,南风之我意,成衣和张雨昕在琉璃梦醒长安三度合作的南风之我意也是万周瞩目的, 该剧改编自于七微的同名小说,在确定影视化时就已经获得了高度关注了,原作粉对于成衣和张雨昕的选角还算满意,南风之我意讲述的是植物学家傅云深和吴国界医生朱舅牵扯事业斗争和家族恩怨的故事,故事中傅云深和朱舅历经愁愁艰难找到了特殊药用的植物,却被傅云深的弟弟拿去利用了,两个人因为种种的误会而分离, 而就在有机会再走到一起的时候,朱舅又意外的发现了父母的死因,似乎是和傅家有关,是个高堂而又高虐的故事。 三,杨胖子孙泽源十年一品温如言,十年一品温如言改编自于畅销十年的高人级同名小说,传出要影视化的时候就在微博上引起了热议了, 而主演为新人演员梁希子和孙泽源,两个人是欢瑞颖是旗下新人,梁希子前一阵子在琉璃饰演小银花陆燕燃引起了不小的关注,能够拿到这个资源还算幸运的。 十元一品温如言讲述了温家小女儿温恒和颜家继承人颜希,从青春校园到职场多多转转十年的曲折疗疗于爱情,故事中呢,颜家私生女被送到温家,顶替温恒成为了温家小姐,而十五岁的时候呢,温恒被接回了温家, 初见颜希,此后呢,便是一生的纠缠,这个故事呢,细腻而又高堂,非常好看,可以期待剧版。 四,黎童金汉乌云玉昊月,乌云玉角月,改编自于丁墨同名小说,拥有众多原著粉,也是备受期待的IP改编剧,故事结合玄约和爱情的元素,讲述了女主角, 谭脚在一艘像石梦金般的船上遇到了男主乌玉,两个人的命运呢,就从此纠结在一起了,而这一呢,也是金汉, 即你是我的清晨时光之后演出的第二部丁墨的影视化作品,故事当中呢,乌玉和谭脚在一次的轮船旅行当中相遇了, 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旅行过后呢,却都有不同程度的记忆缺失,学霸乌玉在旅行之后呢,仍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帝的转变, 为了查明真相呢,他放弃了血液,并且重逢弹角,两个人在时光的穿越当中呢,寻找到迷失的记忆。 五,宋茜罗云熙心跳源计划,宋茜和罗云熙主演的心跳源计划粉丝等超久的, 该剧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改编自于小说《尖客》,剧名呢,是从尖客到遇见阳光,遇见你,再到心跳源计划, 名字呢,一直改代之旧者不播,心跳源计划呢,讲述的是科学家球嘉宁, 斥立于生物科学,而实验室呢,来了一名新进的研究员周小山, 他被邱嘉宁的美丽聪慧所吸引,不过他的真实身份呢, 却是一名窃取科学研究的尖客,两个人展开了一场爱情决斗, 六,杨子肖战,余生请多指教,当少不了杨子和肖战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呀, 这一步呢,绝对是万种瞩目的,改编自于柏林实际的同名小说, 描述面临大学毕业失业,还有,父亲患癌住院的林志孝, 在人生跌到谷底的时候,邂逅了父亲的主族医生顾魏, 两个人都非常的理性的人呢,一步步骂骂的找回了爱情, 肖战饰演的顾魏外冷内热,沉稳聪明, 表面呢是冷静严肃,不苟言笑,实则是温暖浪漫的,热爱生活的, 感情上高冷出名,常被病人家属搭讪,但是都不理, 铜墙铁壁一枚,杨子饰演的林志孝呢,活泼开朗,热血善良, 他融化了顾魏这座冰山,杨子的人设还是一样的可爱。 7.罗云熙承销良言血液 罗云熙主演的良言血液热度也超级高的, 该剧改编自于《慕福生的同名小说》, 是一个故事相当曲折的虐恋, 讲述的是原本阳光开朗的贵公子利泽良, 与原曲少女苏血液先后之后而相爱, 却因为一场惊天意外让他们一夜之间消失在了彼此的生命里, 利泽良从一个精明强干的年薪总裁, 改变成了意志消沉的孤独患者, 两年之后他重逢示意的苏血液, 利泽良冰冷的心再次变点燃, 可是敏锐的他很快也发现了苏血液的到来是蓄谋已久, 坚定自己是为了调查真相, 利泽良为保护苏血液决意掐断感情, 但是命运依然把他们紧紧绑在一起, 8.张星辰良杰变成你的那一天 变成你的那一天也是小编最期待的甜宠剧, 改编自于同名小说, 结合灵魂互换和娱乐趣话题材, 故事非常有趣, 且制作班底是以家人之名, 夏夜战是幸福的主创团队, 感觉质感稳了, 变成你的那一天, 讲述当红男团偶像周易和娱乐记者余生生, 两人生活本不该有太多交集, 但是却在相同生日的那一天互换身体, 他们毫无准备的面对于总役的生活, 只能够互相的指导, 帮对方遮掩过程当中的健身情愫, 虽然故事是典型的偶像剧套路, 但是如果是张星辰良杰来演的话, 还是很好的制作团队, 那么感觉会很不错, 9. 人家伦行飞, 乌鸦小姐和西翼先生, 人家伦演的甜剧一定要追, 乌鸦小姐和西翼先生, 是一部带点奇幻色彩的高甜剧, 男主角顾川虽是个精排设计公司的创办人, 但是却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不能生气, 不能激动, 更不能动情, 但命中注定, 他要攻克那个让他随时随地漏电的江小妞, 一个是被诅咒的乌鸦小姐, 一个是向死而生的西翼先生, 这个角色设定了, 一看就觉得超甜的, 而该剧的导演就是双世宠妃, 奈何BOSS要娶我的吴强, 他很擅长拍这种高甜剧, 小编也超级期待这部的, 石丁顺兮, 余淑欣, 月光变奏曲, 丁顺兮和余淑欣主演的甜宠剧月光变奏曲, 根据今晚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的女主角初里, 她凭着元气和热忱, 成功地进入到向往的圆月社, 却不想前进的路上磨难重重, 她一边笑笑十多年的网友L君, 吐槽梦想丰满, 现实苦感, 一边还要压抑住内心崩溃的小火山, 努力地应对出版界的大神骤川, 初里屡次被L君的搜主意坑得是颜面尽失, 但是她却戏剧性地发现, L君尽是骤川本尊, 初里就此开启了与线上网下两副嘴脸的周川, 共同写了一段有怼有甜的恋爱故事, 肯定甜,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冰村娱乐小,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